国家医生健康委 实施以泪以管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 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从人群免疫水平来看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得到普及 全国目前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超过34亿剂次 疫苗接种覆盖人群 和全程接种人数 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92%和90%以上 感染出现严重情况 后入院就是困难 将请问当前的疫情 以内医馆绝不是放任不管 在防空措施调整的初期 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增加 疫苗可能会引发药品的供应不足 部分地区产生医疗挤兑 甚至会引起公众的恐慌等现象 当前我们应该将工作的重心 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 工作的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 确保防空措施调整转断的平稳有序 防控政策的调整 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防控形式 供应不足等风险 请问该如何防范调整 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